3 2 1 又到了深夜素顏的時候了 我們今天要來做便當 做便當啦 就明天有發生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的Tienna小姐 她明天要拍XOXO的成果 那所以呢 我要帶她去拍 那我要身兼助理 所以呢 我們打算要做兩個便當 一個又可以在家吃 一個要讓Tienna 再去跳舞的時候 二的時候可以八個兩口 今天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最近啊 用了一個非常棒的便當的組合 是Double Bus的 我們的商城跟她合作 要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價格 推薦給大家 沒錯 這次活動也一樣只有一個禮拜 那我們東西都從七五折起唷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做菜色 那我打算呢 要做的菜色就是 因為這個便當 它是不鏽鋼的 可是呢 這個不鏽鋼便當盒 因為它可以蒸 它一樣也可以微波 所以呢 我打算放的食材 就是你放去蒸 放去微波都可以的 那我一樣會準備主食 也會準備肉啊 還有菜 這次準備的就是 我打算用這個飯 然後我要包豆皮 嗯? 不對 是豆皮包飯 哦 好 把它包豆皮 飯 飯爆豆皮我知道是什麼 變飯糰 飯爆豆皮 對 我要用這個豆皮壽司呢 就是裡面把它換成白飯跟紫米飯 好 那我肉呢 我已經醃好在這邊 這是小棒腿 對 那我打算等一下呢 要把它放進去烤 還會再炒一個花椰菜 最後呢 我還會煎一個蛋 然後裡面我還會包鮭魚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便當菜色啦 欸很期待耶 感覺會非常的豐盛 百分之百豐盛的 那我們現在要從最花時間的開始 就是我們要先來烤雞腿 雞腿呢 我已經醃過了 那我打算呢 再把它戳幾個洞 讓它比較快熟 因為我聞這味道就知道你是用Costco的醃料對不對 欸不要那邊曝光或什麼 精心調配 我們每次晚上啊 有煮這個雞腿 小朋友超級捧場 對啊 所以呢 我跟你講我在外面 我也常常都是 方便就好 烤肉醬買一買 烤肉醬 烤肉醬 記得我們以前開燒肉店的時候 一開始我還想說 自己要調那個日式的和風醬 嗯 後來其實根本不用那麼複雜 就是真的是現成的 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味道 其實就很不一樣 嗯 再看要怎麼調配啦 做出一點區別性 不然那麼多菜色 你要有辦法每一個 等等全部都自己做 有啦 應該也有些餐廳是很堅持的 我們先把雞腿 放在水波爐裡面 其實有時候水波爐滿討厭的 就是等一下我們錄影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聲音 水波爐有時候聲音滿大聲的 再來呢 我打算要來先炒這個花椰菜 切蒜頭有什麼技巧 我切蒜頭沒有辦法像你這樣 怎樣 就是你切得很整齊 你說像這樣嗎 漂亮 很整齊 切久我覺得慢慢就會變漂亮 因為我以前也沒辦法切這樣 我來拍一集 雞雞女孩切蒜頭大賽 不要好臭喔 切洋蔥好了啦 不要哭啦 你明天的便當 會不會變成等一下他們的消炎 其實剛剛小朋友已經下來兩次了 我說媽你到底在煮什麼 怎麼那麼香我現在可以吃嗎 然後我說不是明天的便當嗎 到底為什麼會現在下來 然後在等青花菜的同時呢 我們先來打蛋 所以你等一下要把鮭魚放進去對不對 我要把鮭魚包在裡面 然後你明天你想要一吃 就是挖起來的時候就會發現 裡面有鮭魚 可以收250 我跟你講其實就是這樣子 因為小朋友就是你把它藏起來的時候 他就會默默把它吃掉 Tiana沒有那麼愛海鮮 他就會把它吃掉 那Yoyo喜歡吃魚 看到魚在裡面他就會很開心 那它現在已經差不多 我們要把它放到便當喝裡 這個便當喝有很大的好處 就是它可以當一個用 你可以當兩個用 就是你可以這樣兩個分開 你也可以合在一起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蓋一個蓋子 合在一起或者是蓋兩個蓋子 很方便 非常方便 跟各位講喔 這次便當盒的組合啊 總共有五個顏色可以選 而且它有一個很棒的設計 有時候我們不是會連便當蓋一起蓋下去微波嗎 對 那東西出來會很熱 其實打開啊 那個蒸氣是有點危險 它這邊啊還做了一個孔洞的設計 就是裡面很熱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它打開 讓一些熱氣啊先跑出來 這樣就比較安全 這個都沒有湯汁的 我們就把它放在下面 然後有湯汁的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放在上面 因為上面這一層啊 它是有兩個分層 我以前都會自己用一個直碗 然後把它分開 現在就不用 那我們呢先來煎蛋 這個其實就類似玉子燒對不對 對 在煎蛋之前呢 我們先把鮭魚弄碎 然後我要把它夾在蛋裡面 鮭魚我都會挑這種 只有一個大骨頭的 或者是直接買就是完全沒有骨頭 天啊我好賢貴喔 然後我們把蛋倒下去 天啊是不是看起來很好吃 每一個都要無限的誇獎 接下來我們把鮭魚放下去 把這一層 然後我們再加一層蛋 讓它看起來厚一點 欸感覺露營的時候吃這個也很不錯耶 很溫馨耶 其實準備材料也不用準備很多 欸這次蓋子五個顏色 你自己最喜歡它的顏色 其實我覺得它這次五個顏色都很溫馨 其實它就是那種淡淡的顏色啊 柔柔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個人我是比較喜歡像是這個顏色 你喜歡的那個顏色叫做綠豆沙啦 可是我覺得它這奶茶色也蠻好看 可是我一定如果是我 我就會選擇兩個不同顏色的蓋子 這樣蓋上去的時候我就可以分辨說 譬如說這個是誰的 或者這一盒我原本是裝什麼 這次的組合啊有一整組的啦 就是一個便當盒加一個中間的隔層 然後還有一個蓋子是一整組的賣 那如果你想要加上蓋啊 上蓋也可以單獨買 而且你這次只要買一個便當盒 就會有在送禮物 送什麼禮物 就會送你一個那個矽膠的吸管 而且那個吸管可以丟進吸管機 然後要洗吸管的那個管子 也會一起附給你 那個管子是粗的 而且還可以捲起來帶著走 你要喝珍珠奶茶也可以 喝椰果也可以 好了 喔這是一份對不對 對這是一份 這個是我的吧 嗯 我等一下先給你吃啊 然後這一個呢我打算放在這 欸你在做這個便當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先把整個那個構思先想好 有啊我都有想好耶 你看喔這個便當我有想過 就是它的高度差不多就是到這 它這裡有寫 所以我就有思考過 喔我什麼要放下面 什麼要放上面 天啊我是不是很有才華 又下來有沒有好香 對啊超香的上面都聞到了 呵呵呵 我可不可以先靠吃一口 呵呵我就跟你說 到最後已經會變成這個局面 你明明變得便當耶 我又不管了我就是那些東西 很香耶 我覺得我上面就聞到了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我來試試 我來一隻雞腿來帶著 雞腿好好了 嗯 那呢你現在看起來這個有焦焦的這一面 我們等一下我們要把它放在下面 因為小朋友看到那個就說 呃我不想吃那個 所以你就要把它放在下面喔 我覺得不會 又有喜歡吃焦焦的 然後呢我還做這個 啊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這樣三隻 三隻 擺好之後呢 我們要來加白芝麻 這樣多五十塊 多五十塊有點貴 是不是 我已經講媽媽最會都假掰了 呵呵呵 那最後我們要來做我們的 壽司 你這個壽司品其實很難買 很難買 因為這東西很冷門啊 你後來在哪邊找到了 全聯啊 全聯是我的好朋友耶 豆皮 它其實都已經做好 我們只要把飯放進去就好 喔 而且這樣感覺很厲害耶 對 就感覺好像 哇 這個媽媽感覺很有彩虹啊 我覺得還好 就沒什麼味道 就甜甜的 甜甜的味道啊 然後這一個呢 我是打算說先捏一下飯 再把它放進去 這樣感覺比較不會散掉 那我們先來捏一個這個紫米的 啊呦 最愛吃紫米 對啊 天啊 剛剛看到那個飯就說這個可不可以 都給你們一個就好 這個是你第一次做 你太大顆了啦 塞不了那麼大 太多了啦 我受不了媽媽就是這樣子啊 呵呵呵呵呵 自己受這麼快 永遠都是媽媽就是這樣 不是啊 就怕小孩沒吃飽啊 哪個媽媽不會這樣子 我覺得再三分之二差不多 你放不進去啦 那為什麼不相信 我就覺得好像可以 會剝掉 不會啦 公明就這樣 哪有打不開啊底下 可以啦 可以啦 唉唷 你這個 真心能加兩顆賣30 你這一顆就能賣30 這 他們就這樣 你看是不是看起來很高級 啊 好香喔 我媽媽來 然後這比較高我們就可以放這樣 因為反正我們的便當蓋 等一下可以再加高了 我跟你講 便當如果我是打開這樣 心情就很好 悠悠我打算來捏兩坨紫色 啊 鐵拿呢 鐵拿呢 鐵拿就是 她說她不想要紫色 不管還是我要放 硬要放 媽媽的堅持就是這樣 不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快好了 就只剩下這個壽司法 其實這樣做感覺滿快的耶 可是其實你備料有花一點時間 我們拍攝當然是看起來比較簡單 你備料還是有準備一下 就是有準備一下 可是我都有盡量準備就是 我覺得看起來顏色漂亮 然後小朋友看起來 喂 哇 好漂亮喔 這樣子會想要大吃的食材 大家真的最近如果有做便當可以考慮 這樣子真的配色其實 都滿漂亮的 你看這樣 快一點妳誇獎我 好棒喔 很漂亮對不對 那我準備兩個 因為一個妳的啊 一個姊姊的啊 是不是很漂亮 而且我因為妳喜歡吃紫棉花 我這個做了兩個 嗯 是不是很棒 禮拜二再幫我做一個 做一模一樣的東西嗎 嗯 妳又還沒吃妳就要 現在就要抵禮拜二 會不會太早嗎 一定必須就我看好吃啦 這個把它剪掉 好 現在便當都已經好了 那太冷了 我們要把它先收起來 那這個把它 可以疊上來 那我們要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升高 因為我們的壽司 稍微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這個蓋子是可以把它升高的 這樣就不會壓到食物 這樣真的很彈性 是不是很聰明 對 就是妳野餐要使用都可以用 那如果想要分開裝的啦 其實可以再買一個蓋子 這樣可以把兩個就分開蓋起來 那我們用一下給大家看好了 這樣就蓋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說妳想要分開也可以 兩個都是可以蓋的 可以直蓋 如果兩個啊 都是放比較高的食品啊 可以兩個分開來蓋 那好啦 我們現在也裝好了 這是YOYO的 它的等一下我們就是把它放到冰箱就可以了 那再接下來就是Tienna的了 Tienna的呢 我們就把它放到便當袋 明天我們要帶去 這個便當袋是可以保溫的 它有兩個顏色啦 有一個是氣質灰 有一個是俐落黑 那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它的便當袋 因為其實小朋友有的時候吃完便當啊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不把它好好的蓋好 所以呢 裡面的湯汁有時候都會流到處都是 可是這個袋子呢 是你可以馬上洗 然後你隔天一樣就可以用 而且它不會臭 對 沒錯 而且我跟妳講喔 這個沒有拉鍊超方便 它是用磁吸的 對 因為小朋友的時候就是都會忘記 然後它是兩個把手 你一靠近 這邊就有個磁吸 你只要稍微對一下 對小朋友來說是相對比較簡單 那你在拿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最近他們其實用這兩個 其實都用的還不錯 對 就是他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便當 而且清洗上也非常 其實DoubleBus啊它的價格 我必須講 它以便當盒來講是比較不便宜的 對 可是它的東西真的就是比較好 而且我們的商城的價格 目前是全通路最便宜的 便當盒真的可以用很久 所以呢 這次呢還是跟它合作了商城 推薦給大家唷 讚 你看 阿姨妳最近用這個 欸 小心那會燙喔 不 不會啊 會燙 對啊 不會燙 那真的會燙啊 這邊不會燙 那最後我們來介紹一下 Double Box的不鏽鋼餐具組 這一組餐具組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因為它這邊所有的東西 你都可以丟到洗碗機裡 而且餐具呢是不鏽鋼的 我自己很喜歡用不鏽鋼的東西 因為可以用非常久 因為我覺得耐久度這件事情還是很重要 它其實它有功能 它就是可以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要吃飯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手機在這 就可以追劇 你自己發明了吧 不是 這真的是這樣子 它是老闆就設計家讓你放手機的 它一組啊 其實有一雙筷子啦 然後比較聰明的啊 是其實它的湯匙啊 跟這哈子是疊在一起的 這樣子是比較省空間的啦 對 那小朋友其實每次帶回家的時候 他們就是吃完就隨便放進去 再喝起來就好 就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Double Box的便當喝 就是它是 最主要是它是不鏽鋼 可以蒸之外 它既然可以進微波爐 而且它可以烤 而且最主要是 它可以丟洗碗機洗 所以小朋友回來就是 衝一衝就可以全部丟洗碗機 我覺得超級方便 那像它的餐具組也一樣 可以丟到洗碗機 它呢可以進微波 可是它的重量呢 只有玻璃的一半 所以在攜帶上呢 你也不怕小朋友摔波 而且它要更輕 好啦 推薦給大家 好啦 接著明天天啦 我們到教室了 可是妝髮還沒來 我們決定趁這個空檔 我要先去7-11 我會播一下便當 好了 加熱好了 哇喔 很燙欸 看一下下一層 有沒有點嗆煙 喔 有欸 可以欸 然後這個餐具 你可以把它放下 你知道這要幹嘛的嗎 我的 就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看手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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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愛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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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愛 愛 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others You said the night world of fire you're my heart usted